天下太平圣诞卡被批性别歧视 揪过来揪过来 唉 首先我们不得不说 这件圣诞毛衣实在有够丑的 另外 这件毛衣让小男孩穿 有点没品吧 这位老爹更变态 他要让全世界知道 他们家有三个婊子啦 嗯 这一点都不好笑耶 另外 在美国路易斯安那州 也有一家人绞尽脑汁 想做出一张超有创意的 2015年圣诞全家福 但是也一样惹人厌 他们把照片PO到脸书上后 被人疯传狂骂 看到这张照片你有什么感觉呢 这个家的男女主人Lanny和James Johnson 决定拍一张全家福 但却把家中女性成员在嘴巴 都用胶布封起来 这主意还是女主人想出来的 他们甚至把妈妈跟女儿 都用圣诞灯饰绑起来 爸爸在一旁拿着标语牌 写着天下太平 小儿子还在一边比赞 你懂吗 想要天下太平 只要把女性都封口 正着绑起来就好啦 哈 你懂她的幽默吗 这 这的确是有点难懂啦 有的人看到这张照片 觉得白痴又好笑 但是有人看了怒不可恶 负责摄影的Hannah Hawks说 她甚至接到远从德国传来的怒骂 你觉得如何 这张照片确实有性别歧视啦 但你觉得好笑吗 另外 我们有需要理她吗 总而言之 从这件事我们学到一点 发布照片前请三思 要是有人懂你这种充满歧视的幽默 那请私下寄给她吧